營運30年的綠酒市場 在今年得到經濟部貨搬三星市集 而且7家攤商也獲選熱火名攤 因此施工水特別舉辦 市長江聰岩表示 肯定攤商的用心配合跟創新服務 推出價格公道 衛生安全商品 所以有這樣的肯定 工所跟攤商都感到余有榮焉 未來更要努力升級軟硬體建設 就是有一點比較創新白髮之類的 對 就是余多總化這樣 對 是得獎感覺嗎 感覺不錯 有 有什麼感覺嗎 有 就是看就觀摩別的市場 看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地方這樣 算說這次大家都要合作 來平行 我們市長 有時候以來要不要到三個星 這次算比較不足 來到我們的綠酒市場 不只你要採購任何的食材 都是最安心 大家都是最喜歡的 價錢六公道 我們會繼續提升 在整個市場的這種球賽空間上面 大家可以共同來綠酒市場 不只買東西 來這邊也可以喝茶 還可以泡茶喝咖啡 來這邊當成是我們最友善的一個空間 來這裡買東西 來這裡交朋友 來這裡看到我們宜蘭傳統的真正面 為了多元化經營 市公所邀請文創市集進駐市水溫 結果反應不錯 甚至透過市營運 讓參與的小朋友感受不一樣的生活教育 我們賣的是什麼 義大利牛皮 還有褐香匙 手串耳環 二家 做生意感覺怎麼樣 很辛苦 要認真讀書 學很多知識 才能當有用的人 那我們剛好這次想要主打的是 鹹派 作為我們的商品 那它可以適合當作下午的小點心 或者是中午你不想吃那麼多 或早餐其實也都很適合 有了政府的認證相對就是品質的保證 所以綠酒市場歡迎大家 來感受傳統市集 路供的人情味 綠酒市場 長長久久 生日快樂 雄讚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